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看看 性能风云车 一样是有五款车 进入决选的名单当中 那首先第一台呢 就是Alston Martin的这个Vantage 我们要请乃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披着羊皮耍坏的狼车款 到底呢 它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呢 其实去年推出的时候 这台车引起了很多的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一讲到所谓的性能风云车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慷慨激昂 以它的造型来说的话 你会觉得它很斯文 为什么呢 所有的性能车 从车头开始就很乖张 可是这台车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 你注意看Alston Martin 它在设计上 第一次把水箱护罩 它那个凸字型的水箱护罩 压得很低 已经接近到说取代下气霸的这个扰流功能 那它结合它的这个车厂的概念 跟所谓的空气动力学 所以在车头上它的 形象很强 但是它又不会那么的乖张 但是一到车尾之后 你会发现 它真是性能中的性能 因为它的这个像这个分流器啊 什么都是做得非常的大 但是它在车尾上 并没有增加很多什么的扰流液 是小小的压尾 也就是它还就是维持了一贯 英伦绅士的感觉 当然在这一个引擎盖下面 既然讲到性能 它的性能不能太差 所以它用的是4.0V8的引擎 加上了这个涡轮增压之后 你知道它的马力 双涡轮增压 它的马力已经到510匹 看一下其他的竞争对手 510匹好像不怎么样 所以呢 它的车身却是这几台中 应该算是也是小型的 因为它你知道吗 我们看照片 可能大家不知道它有多大 它大概只有4.4米的车长 那其实算起来的话 大概就是一般我们这种 五门先备车 国产五门先备车的一个尺寸 你知道吗 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销心 所以它直指的目标呢 其实跟当年保时捷911 是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 而且911都还比放大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它发表之后 它引起一个很大话题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价钱 它引进台湾之后 报价是880万 所以在台湾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你花这个880万 可以买到一个 世界性能风云车入围 已经进入决选名单的话 它应该会是一个 就是说 既这些车之外 一个高级跑车的品牌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除了Alstein Martin之外 其实在这个五强当中 还有另外一款车 就是在台湾 在我们国内 其实也相当受到大家的瞩目 同时它在国际间也获奖无数 那就是麦拉伦的720S 那是不是请大卫哥帮大家分析一下呢 720S放在这五台车里面 它真的都是样样都强 但是价格也是最贵的车型 的确麦拉伦它在这近年来 它真的是车子不断地推成初心 而且性能不断地往上堆叠 它卖出来之后 大家都说麦拉伦的确是很厉害 它目前已经是 怎么说直逼法拉利跟勒姆基尼 它是第三大的超跑品牌 而的确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720S 它又是它现在现有的量产车型面 性能最强的一款 光看它的数字 它的车名720 就代表它所搭配的这具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是720匹 零百起步加速不到三秒 这里面没有一部比它更强 然后它这样子的性能 不是只是光靠它大动力引擎而来的 最重要还要靠它的 这整个符合空气动力的 一个车身造型 以及它整个一个碳纤维的车体 所带来的 它这一代的车型 它的车重不到1300公斤 非常的轻 比它前一代的车型 还要再少了差不多四五十公斤 对一个超跑来说 这是不简单 因为以前在前一代车型 就已经车重已经极轻量化 在现有车型 它又更强力 当然你要只跑得快 摇稳 所以它整个空气动力 从它头灯 你看它头灯设计比谁都奇怪 它事实上它头灯就已经赋予了 它这个空气导流的一个性能 另外在它的车尾的空力的这种扰流液 它可以带给它更强的下压力 这些表现都让它这部720S 拥有相当强的表现 当然在国内它目前也卖了 也开始贩售了 它的车价要1600万以上 在这里面光看 它可以买上快要两部的 奥斯特马丁的Vantage 当然这部车子还是一个基本报价 假如你要选到好选到满 事实上它绝对超过2000万以上 但是根据我一个朋友才刚刚入手这麦阿伦 他说这720很棒 好快啊 但是他们追求的是他们要限量的 因为麦阿伦的确它卖得太好了 路上跑的麦阿伦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现在都想说 我要的话我还要买的是它的限量版 接下来入围的这一款车呢 它是属于四门的设定 那就是宾式的AMG GT的Forto Coupe 那我们要请黄总为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它为什么会入选 是不是因为它除了兼具的实用性 因为它是四门的设定 同时它也没有失去它原本的性能呢 是的 AMG它超刀的第一台车是SLS 后来再出了第二个 就是AMG GT的双门 那么这个车呢 其实对我来讲是蛮有感情的 因为不管是SLS或是AMG GT 我都经手过 我也实际操控过 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很成熟 也很有意思的车子 因为它其实直指的对手就是Porsche AMG GT呢 它的对手就是911 它的GTS 那么它现在这个四门呢 剑指就是Panamero 因为它发现保时捷 这个卖得非常好啊 它当然不能寂寞嘛 而且以这么大厂 那根据我实际来了解它这个车 那还有实际试驾以后 这个车是这样 它这一台车它设定三个版本的引擎 它有这个所谓的AMG GT 这个53 63跟63S 而且三台车都是4MATIC 都是四轮传动 因为马力太大 那53跟这个63 还有63S呢 它63S跟63呢 它分别有后轮转向 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甩尾的模式 是非常有趣味性的车 为什么这么说 保时捷在操控上面 我们一般来讲很古典 可是呢 在AMG身上呢 会闻到现代的味道 举一个例子来讲 它的这个引擎呢 在设计上面呢 它有赛车模式 但是一般很多跑车都有赛道模式 可是它转到赛道模式以后 它不但性能变得更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它的声音跟震动啊 好像打电玩一样 等于让你融入在那个环境里面 是非常现代感的 所以说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它来自于SLS的这个传承 它的设计是长车头短车尾 所以看起来是有非常特别的 那种造型的味道 我会一直认为说 宾市生产这样的一个车子呢 又很接地气 它又不会像超跑 这么离开人间太久 所以我觉得它要推出 尤其它又可以满足一些 我刚刚讲了 我们从双门的跑车 如果有载客需求 或是有家庭需求的时候 我还是不能容忍 一般的房车给我的时候 这台车就是首选 我要补出黄总 他说的接地气 因为这个AMG 所以你朋友也买了一台 没有 我是说这部车子 宾市它厉害的地方是 它有时候可以开创潮流 但是它有时候也可以看出 人家车子 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我可以补上去的 我们说这一级的车子 它对手是Porsche Panamera Panamera推出以来 它即便推出第二代 它始终不改了 就是它后座 就是两张独立座椅 我就是要独立座椅 所以对于台湾人来讲 总是有些不方便 Bench seat比较好用 宾市它就可以从山如流 你们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除了安全配备 不会免费给你之外 我其他的我就给你 所以宾市这部车子 它自然一定会有它的市场的 所以如果以全面性来说 其实AMG GT Photo Coupe 是蛮受到我们专家们的喜爱 可是我们以性能风云车来看的话 它不见得就是 真的是会变成最后的一个赢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款车就是BMW M2 Competition 其实在全球非常的热销 那小叶 为什么它会受到 这么多专业评审的喜爱呢 好 其实说到性能风云车 如果是BMW的Empower家族入围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质疑 可是为什么是这个家族里面 对 动力最小 甚至是最便宜的车款入围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知道现在BMW M-Power 其实有非常多的车型 动力甚至很惊人 500多匹的都有 但是它现在呈现一个越来越豪华 越来越开起来 可能越来越舒适面的取向越多 而且我们每次听到M-Power 第一个大家脑中浮现 像我们这种比较老一点 资深一点的车迷 第一我会想到还是最当初 E30的M3那个 曲线屏那个设计 还是想要那个车型 所以这个车型当初在原厂 跟消费者沟通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把这台车 跟那个车型作为连结 希望大家想到最原始的经典 所以这个是有它 第一个不可取代性 第二个就是说 一般如果大家熟悉 车团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在这种M2 或者加一个competition 它应该算是 有点小升级的车款 传统车场的做法就是怎样 把这个原因有点 稍微调整一下 动力提升一点点 然后改一些专门的套件就好 但是BMW相当有诚意 它直接换引擎 它原本的这颗引擎是N55 它直接换成跟M3跟M4 一样的S55引擎 你就知道它除了性能面的提升以外 最重要的是你展现出 Mpower这个车厂的诚意 对 就是综合这两个因素 所以让这台车型 我觉得入围相当的有缘 还有第三点我个人觉得 因为这个车型大家都开过 你就知道 它还是除了当初车厂宣传 跟它E30 M3的致敬意味以外 开起来那种很Hard Call的感觉 对 就是 虽然说每台车型都有它的特色 可是它还可以就是 换回你心中最原始 最驾驭的乐趣 这三个点综合起来 这个车型 我觉得出现的几率也相当的高 所以到底它有没有办法夺下冠军呢 我们当然要拭目以待 最后一款呢 性能的风云车 其实相当的难得 因为这款车可以说是 小虾米对抗大鲸鱼 那就是来自于Hound Day的 这个Veloster N系列 那请问一下乃哥 其实呢 在这个N 应该算是N的这个 性能部门的加持之下呢 这款车Veloster 它有没有办法呢 真的是打败所有 强劲的竞争对手 成功地夺冠呢 我相信这五台车出来 各位观众看了五台 突然冒出一台Hound Day 大家一定会想到一句话 叫酒驾零龙人 82个评审喝到夹酒 那也是不能容忍的事 怎么会有这台车呢 而且你以外观来看 这几台车的话 它就像是 误入丛林的一台小白兔嘛 再说 也不会啊 为什么 其实它还蛮有 这个性能竞技版的感觉 对 刚刚就像 那个主持人说的 这个GT Photo Coupe 它63的性能高不高 马力很大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可能车身很重 既然讲到性能呢 它有一个 这个Valust N的 那个 车型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它只有手牌的配置 大家一听到手牌 很多人就会 手牌好 我一定买 好 先加两分 我相信这对 这82格 这个 全部希望说 保留一点点那种 以前性能 该有具备的东西的元素 这些应该都会 对这台车很有兴趣 虽然它马力不大 两百五十匹 这是它一般版 为什么呢 它去年11月 为了要赶上这个入围名单 是11月的时候 推出来市售版本是 两百五十匹 但是刚刚有说 N的那个 Project的这一个 性能版本套件放上去 它有电子悬吊 对 加大的铝圈 加大的刹车 再加上它的马力 可以到两百七十五匹 大家就会说 这台车 是不是印象就很深了 跟Type R 有没有 我们纽伯和林 最述全驱车 有一点感觉 接上了 它就符合性能 两个字了 好 但是呢 这台车到底跟Type R 大家最喜欢拿出来比较 因为他们在北美上市的时候 这台车比Type R 便宜一点点 但是又比 GoFu的GTI 贵那么一点点 大家就说 它有没有这一个价值呢 因为以科技面 跟造型来看的话 它好像比不上其他这种 比较好像新世代的一个造型 或者是它的科技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N的Performance的这个部门 从i30的N开始推出之后 Velustus是它的第二个 这个推出的这个性能车款 也代表说 未来它对于这个品牌 会像AMG或Mpower这样的重视 所以这个会是第二部曲 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 Hyundai第三第四部曲 而且不要忘记 Hyundai自从挖了奥迪的设计师来 只有Logo是 还是维持了Hyundai 这个辣酸菜 但是呢 内外 全部都不是 全部应该都是留着德国 这个VAG集团的曲 字幕志愿者 杨投放